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吸引了球迷的关注,而中超同时开战的中架赛场也批得精彩激烈。 在一场中奖第26轮比赛的焦点战役中,背景北控主场RBE战胜了微线铁汉生态队,而这场比赛没线铁汉生态虽然输球,但是球队的核心外人阿洛伊西奥却在此上演世界激进球,让人瞠目结舌。 不禁令人感慨如此好外人中超却没人要,阿洛伊西奥外号野牛,曾在中超山东路能有多中超金靴,而如今他也只不过是30岁而已,这样的强力外人却在中架宝极球队雷线铁汉踢球。 在这场关键的宝极战役中,阿洛伊西奥展现了自己出色的个人能力,在上半场比赛中,阿洛伊西奥就打出了一脚超远吊射,皮球直奔守门而去,经出北控门将一身冷汗,而阿洛伊西奥这场比赛在不断努力之后终于有所斩获,在前场的一次任意球中,野牛打出一脚世界级的任意球破门。 他在超远距离用右脚戳出诡异弧线,皮球越破门将直接攻破对手城门。 这个进球让人再次看到乐中超金靴的超强实力,无论角度弧线还是力度,都堪比世界级的任意球大师,让人排案叫绝。 这个进球也是阿洛伊西奥本赛季为梅线打进的第11个进球。 要知道,中角升班马梅线目前也仅仅还在联赛倒数第三位的位置,整个球队只打进36球。 高出降体却只有2分,阿洛伊西奥又如此发挥,已经足够让人惊艳。 而,这个进球之后,阿洛伊西奥还曾有过一次精彩的任意球射门,只不过他的精彩打门被对方门将神勇扑出。 阿洛伊西奥作为中超最轻的外人之一,他在中超球迷中有着良好的口碑,而他的进球效率也十分出色。 在上赛季他代表和北华下幸福,就打进了14球并有一次助攻,而在2015赛季,更是帮助鲁能打进22球并送出8次助攻。 30岁的好爱人如今在中在依然闪光,是否会中超球队有意将他重新带回顶级联赛呢? 老球中超球平。 。